刚才说了过生日是吧 还有什么送礼物是吧 对 咱一件一件事说啊 就是情人节送礼物 是我看她手机 翻她那个女闺蜜的Q空间看着的 她Q空间里有好多好多 她们俩之前回忆的点点滴滴 还有她们俩一起的合照 然后就跟一个幸福纪念册似的 当时我就觉得 就跟她是她女朋友似的 那个送什么礼物啊 送她一个大熊 你知道情人节送女闺蜜大熊 送你的什么 不是那天是这么回事 她给女闺蜜送大熊 还是我跟她一块去的呢 我那天看了之后我才明白 她原来那天是为了给她买礼物 是拉着我去做参考的 我当时还自作多情的 以为她是给我买礼物去了 什么意思 我还特开心 就是她拉着我情人节前几天 去逛街看了一个大熊 然后过了一会儿 然后又说不要了 又说不好了 又拉着我走 然后我就自作多情的 以为是她要送给我礼物呢 结果我看了人家空间才知道 她是给人家买的 那她那个情人节送你什么礼物了呢 她当时送给我一双高跟鞋 那双高跟鞋也是 我当时跟那试了半天 售货员也说特符合我的气质 然后跟那说说说 我觉得她就是在那下不来台 才给我买那双高跟鞋 她根本就不是愿意给我买那双高跟鞋的 行 我怎么不愿意给你买了 你愿意 年龙关姐很贵的 花了半个月工资给她买了 这还不满意吗 说熊 这熊 这也不是情人节这件事 我们是在情人节之前去逛的街嘛 也是刚刚过完新年嘛 我跟那个朋友也很久没见了 然后就送了个熊当新年的礼物 祝福一下嘛 就送了个熊 对 不是情人节送嘛 很长时间没见了 对 就送了个熊 行 她还特地跑回老家给人家过生日去了 她这事还瞒着我 这你怎么知道的呢 当时她有一段时间就对我特别冷淡 然后给她发微信 她也特别那个简短的回 说她看电影也没时间 她平常工作也挺忙的 我中午看她就是订外卖也不干净 就是偶尔会去中午去跟她公司给她送饭去 然后有一次去给她送呢 然后发现她不在 我问她同事 她说她请假回家了 后来我给她打电话 她才说 我回老家给我一个特铁的哥们过生日去了 她之前都没跟我说 那你怎么就能判定 她是给那个女生过生日去了 她后来她说了呀 好朋友就这么几个嘛 而且这跟我都这么多年交情了 这一年就过一次生日 这回去也给庆祝庆祝也可以的嘛 那个女生 每年的生日你都帮她庆祝吗 差不多吧 每年她生日有时间就会去帮她庆祝 这七年下来过了几个生日 四个吧 你看这根本就觉得不像是普通朋友之间做的事情了 就像男朋友做的事了 我生日 送礼物约定 找工作 找工作 说找工作 找工作 就是她突然有一段时间 买了好多上面有招聘信心的报纸 然后她还瞒着我说 我觉得我工作环境有点不舒服 想换个舒服点的 然后后来才跟我说 其实我是帮一个女性朋友找工作的 然后想让我帮着问着点 然后我故意说有嘛 我就想看看她 到底是在给谁找工作 我想看看她那个简历 我一看我才知道 她原来是给她的女闺蜜找工作呢 你说我的好朋友 我叫她失业了吗 我作为她的好朋友 总不能看着她饿死吧 总要帮她找一份工作 能帮她就帮她了吗 那你可不得怕她饿死吗 你三十岁都要娶她了 你可不得怕人家饿死呀 我说了那是个玩笑 我哪里要娶她 你是我女朋友 她也不是